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ipapa将在2018年12月15号到2019年4月22号 展出160尊世界著名的中国历史遗产 秦始皇兵马俑 届时游客将可以步出国门 即可以见证兵马俑、战马俑和战马车等来自中国的明星文物 秦始皇兵马俑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以及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本次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共有160多件精美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由金玉青铜制成 可以追溯到西州至汉代 为了这次展览 相关单位已经为这些兵马俑投保约1.176亿新西兰元 除了兵马俑 许多来自皇陵的奇珍异宝也将一同展出 这些在1974年被发现的世界历史奇观 均来自于中国古都西安 这次的大型展览预计开销达到400多万牛并 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用于珍宝的运输 这次展出的兵马俑已经有2300多年的历史 由多人组成的中国专家团队将负责兵马俑的展览和运输工程 他们将会承担安装和移动的工作 霍林顿地区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Derek Fry表示 这是一个与中国建立文化政治和商业合作的机会 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麦康年表示 这次展出让更多的新西兰人了解中国渊源流长的历史 为建立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文化链接起到良好作用 在新西兰展出的门票将于10月1号起开始预售 大家可以登陆新西兰国家博物馆的网站进行购票 在新西兰展出的中间